你怎麼會這樣做? 蛤 這樣子 因為畢竟拍戲拍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我都可以 避掉這個行為 這個動作 對 這種戲 然後我覺得 既然都可以避免到現在 是不是時候應該挑戰一下 當然就馬上先跟我老公商量 然後老公有說OK 我才敢跟導演說 Green light go ahead 哈哈 期待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期待 他有說 可不可以看的時候 然後你跟我說什麼時候 這場戲會出現 我就不要看 因為其實 可能大家也不懂 我是一個蠻 是蠻一個conservative的人 雖然看不出 等一下等一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conservative就是 保守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OK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你每次都要給他 一半瓦 一半瓦 沒有啦 其實我當模特兒當了這麼多年 如果泳裝跟內衣的 我都不做 我都不接的 所以 對所以不紅咯 所以接紋戲 我也盡量避免 因為我覺得是對身邊的人的一種尊重 好像我有時候會想到 他如果穿得太暴露 讓我阿公 我的阿嬤 我爸爸媽媽看到 我覺得 我會想那些 我覺得很排斥 你阿公阿嬤平時 你不在孩子這樣穿 哈哈哈 他穿跟我 穿給他看不一樣嗎 對所以 呃 接紋戲現在我就 就問了啦 我跟他講OK 等於我就OK咯 其實剛剛拍的時候 他有一直有跟我說 欸 你的戲喔 不可以拍到這樣暗咯 然後 其實我剛剛做剪片的時候 他會 他會偷偷來看一下 因為我有要求說 欸我剪完之後 你才來看 所以有時候他在後面看的時候 欸 可是 輕心的剪了之後 他看了就覺得 這是有必要的 所以他是有支持的啦 當然在 在故事上面 他當然是有提點 說有些東西 欸你要加強 有些東西要減弱 然後有很多東西 他也是一直會提醒我說 觀眾是最重要的 你 make sure 你觀眾 體會到你想要 express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 我跟他身上 是學到很多啦 其實沒有想這麼多咧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在拍那場戲 我們有在牙龍換幾條街 不同 不同的街道 而且在打燈這方面要花時間 然後 If I'm not wrong 我們拍第二天是下雨天 拍 走那個小巷的時候 所以我沒有想那麼多 就是我跟沙尼說 欸等一下要怎麼打 他大概跟我走一次 我在直接慢動作走一次 他說可以嗎 因為有一個替身已經穿好我的衣服 隨時都可以代替我的 然後我跟他講可以我來做 然後當然我也會跟那個Garry講 因為Garry他本身也是沒有拍過戲的 我跟他講 這邊你只要拉我就可以了 其他的力我來做 這邊我只要推你 其他你自己來做 所以這些之前我們都要談好的 然後大概拍了三次四次 每場打架戲拍了三次四次 導演才收穫 所以都是在 我之前都試過 可以的結 當然我也不希望真的傷到我的腰 因為我孩子很害羞 導演不可能幫我養孩子的 希拉根不可能 然後Garry 就算他要養我孩子也不要太養 全部得多這樣 對不對 所以一切都在很安全 很有把握的情況之下把它完成 因為你畢竟 你替身 我總覺得很沒有真實 很沒有真實 就算他要補一些你臉部的表情 如果有替身 你不知道那個表情要去到哪裡 所以盡量可以的話就自己做